美国称北京不配合新冠溯源将遭国际孤立 香港近20年来首次无七一游行 澳大利亚试验鼻腔喷雾式疫苗 台湾驻港办人员全部撤离 大家好 今天言归正传大新闻将为您带来四个新闻事件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 美国称北京若不配合新冠病毒溯源将遭国际孤立 美国总统拜登在七国集团会议后公报上点名中国 表示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必须透明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0日接受美媒访问时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正在透过两种方式查出新冠病毒起源 一是美国5月开始的90天情报调查 8月会有报告显示实验室泄漏理论可不可信 另一方面就是跟盟友推动世卫第二阶段溯源调查 他说要么他们以负责任的方式允许调查人员进入 真正去调查 弄清楚来源 要么他们将面临国际社会孤立 针对这个问题 不会接受中国的搪塞 这是上一任政府做不到的 让民主国家发出一致的呼声 苏利文强调 美国不会完全依赖中国 总统保留通过我们自己的分析 情报界的努力 以及我们与盟友和伙伴进行的其他工作 继续在各方面施加压力 直到我们弄清这种病毒是如何进入这个世界 福克斯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 世卫组织的新冠病毒来源调查高度不足 世卫在今年初进入中国武汉进行第一阶段病毒溯源调查 初始结果显示实验室泄漏理论极为不可能 但随后世卫总干事谭德塞与其他科学家出面表示 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近日18位专家也在科学杂志上联署要求进行彻底调查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近20年来首次无法申请七一大游行 十多年来一直走在香港捍卫人权前列的民间人权阵线 每年都举办七一大游行 表达各种民主诉求 而数以万计的港人每年都会踊跃参与 不过由于民阵骨干人员被拘捕和监禁 加上民阵被警方指涉嫌违反社团条例 今年将无法再申请主办七一游行 民阵临时召集人 钟松辉在接受星岛日报查询时确认 民阵今年不会搞七一游行 主要原因是警方已经将民阵定义为无注册社团 难以合法申请举办游行 另外还有限居令限制 钟松辉表示 民阵2002年成立 从2003年起到2019年连续举办七一游行 去年首次遭警方反对 今年不举办 而民阵活动以游行为主 游行都不搞 其他活动更不会搞 民阵只是一个平台 让不同团体发声 目前大部分团体成员已退出民阵 钟松辉认为 民阵目前虽说不上解散 但不会再搞任何活动 过去所做的不触及港版国安法 例如追求双普选改善施政等 已经完成历史任务 钟松辉透露 在陈浩环5月28日 因参加2019年一次未经批准的集会 而被判18个月监禁入狱前 民阵曾开会决定找他做临时召集人 主要负责看守 到9月将在依据章程安排开会 选举召集人 民阵去年申办由维员出发的七一游行 首度被警方反对 随后时任副召集人 陈浩环以个人名义 发起返港区国安法游行 期间发生警民冲突 陈浩环同时申付其他涉及非法集会的指控 民阵前召集人 区议员 陈子杰也因设民主派初选被羁押候审 新岛日报表示 今年4月下旬 民阵接获警方来函 指民阵曾于2006年7月申请注册为社团 获批及接纳 到同年9月向社团事务主任申请取消注册后 仍以社团形式运作 涉嫌违反社团条例规定 警方还要求民阵提供书面资料 包括未再申请社团注册的原因 以及2006年9月至今 所有活动及支出和资金来源等信息 但遭目前监禁中的民阵召集人 陈浩环拒绝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回应称 民阵未按要求提交资料 不排除采取执法行动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 澳大利亚开始试验鼻腔喷雾式新冠疫苗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开始临床试验 一种鼻腔喷雾式的新型新冠疫苗 研究人员认为 这种疫苗可能比有些药物更有效地治疗新冠病毒 并让害怕针头的病人能够接种新冠疫苗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研究机构 核细胞网络的科学家们 已经开始了这种鼻腔喷雾式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 试验成功之后 未来的疫苗可能就会更容易接种 因为鼻腔喷雾是疫苗的目的 是在病毒进入人体时去攻击病毒 核细胞网络医学主任格里芬说 尽管其他药物基本能够预防新冠病毒的严重症状 这种新冠疫苗还是为了降低新冠病毒的感染 主要的好处是当我们通过病原体或病毒进入人体的同样路径去接种疫苗时 希望产生的反应更适合真正阻止病毒的进入 所以说我们将在现场得到一个特别积极的反应 希望这能意味着民众感染病毒的可能性更低 我们的确希望这种病毒的疫苗能够产生这个反应 一个独立的道德委员会已经批准了这种新型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 研究人员说 这种鼻腔喷雾剂新冠疫苗可能会在一年或两年后提供使用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 因拒签一中承诺书 台湾驻港办人员全部撤回 台湾方面表示 因为拒签一中承诺书而无法获得言签 已开始撤回其驻港办人员 民进党批中共的做法会加深台湾人对中国的不信任 台湾驻港办的业务据悉将做出相应调整 台湾驻港办人员20日开始离港 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凡在其脸书专页上表示 台湾驻港在香港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人员将全部撤回台湾 办事处只会留下当地雇员 林飞凡解释 这是因为中共和港府持续逼迫我们 派驻在香港的人员签署一中承诺书承认一个中国 作为外派签证续签的政治前提 我方当然不会接受 他谴责到 今天中共的做法不仅让台港关系倒退 也只会加深台湾人对中国的不信任 他还指出 因为香港民主运动 许多国际组织媒体也被迫离开香港 现在中共用逼台湾撤回驻港的方式来孤立香港人 我相信中共想孤立香港最终只会孤立自己 台湾陆委会当天也发表声明之初 港府自2018年7月起 屡次对我香港办事处人员签证设置不合理的政治条件 要求签署一中承诺书 致我方派驻人员无法序留及赴任 自本年6月21日起 调整香港办事处业务办理方式 陆委会批评中共及港府以一中承诺书设置障碍 影响台湾驻香港办事处人员的轮调及正常运作 片面违反2011年双方换文内容 要对台港关系及民众权益受损负所有责任 陆委会还强调 我们兼具逼使我驻外人员签署一中承诺书的无理政治打压 也对中共当局及港府提出严正的警告和谴责 台湾驻港办人员20日有7人返台 只剩一名7月签证才到期的经济部驻港代表 今年5月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暂停驻台湾办事处的运作 并指责台湾近年的一连串行径 以严重破坏港台关系 令经贸文办在台湾的运作环境日益恶化 台湾有学者当时分析认为 此举是为关闭台湾驻香港办事处铺路 时隔一个月 澳门特区政府也宣布 驻台湾的澳门经济文化办事处将从19日起暂停运作 台湾方面表示 澳门的单方面决定令人遗憾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